大部分人首先都会想到马云 毕竟马云是阿里集团的主要创始人 而且还是日本软银的董事 怀疑兄弟的董事 尽管在2019年的9月10号 马云卸任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职务 但依然是阿里集团的董事会成员 到了这个时候 马云的身价初步估算已经达到了373亿美元 在世界富豪榜单中排行21名 在亚洲富豪榜中排在第一名的位置 马云在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花钱要远远的比挣钱更困难 并且马云还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 在做公司CEO的时候 非常的有精神有活力 那个时候比尔盖茨是在挣钱 而且是很容易的就把钱给挣了 但是等比尔盖茨做了 公益基金会的董事长之后 一马就变得满头白发 整个人感觉衰老了很多 而且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这个时候的比尔盖茨是花钱的 正是因为花钱实在是太困难了 所以才会这么的耗费精力 马云在很多年前就曾经反复强调过 花钱是一项技术活 花钱的技术含量仍然要比挣钱的高 你们觉得花钱比挣钱更困难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